院师室与你同在 欢迎来到听时书 我是韦鱼 贝瑞是一名美国教授 美国史的历史教授 32岁的他 工作9年 而这只是他的公众身份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 超级英雄 如果真的是就太帅了 真实的状况是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 Uber司机 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第一个孩子 也为了在房价暴涨的戏骨 买一栋房子 他利用下课跟假日的时间 开Uber 拥有神秘身份的不只是他 美国有许多老师 也都这么做 我想你可能会跟 贝瑞的乘客一样亚异 他们以为美国老师的收入 应该比台湾好很多 没有必要兼职吧 斜杠 零工经济 是最近大家很热门的话题 昨天提到了这本 被压榨的一代 也有聊到此话题 但他的切入点 不是告诉你如何掌握这个趋势 如果你想要搭上 零工经济的列车 建议你去看 零工经济来了这本书 我们深切实书之前也介绍过这本书 我把连结附在了文稿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而被压榨的一代的作者 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件事 零工经济是我们想要的 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 贝瑞其实也对自己这么做感到愧疚 他在书中提到 我根本不该在平日晚上八点还开着Uber 心理压力让我喘不过气 我在接受乘客的空档批改作业 思考自己除了开车外还能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因为老师的责任明明很重大 但薪水却一直被低估 责任越大 薪水越小的状况 不止美国如此 台湾也不遑多让 我们面试过一位课程企划 他是实习老师 他在学校每周要上二至三个小时的课 课余时间还要帮正式的老师做教材 要研发自己的课程 已经毕业的他 必须完成这个实习 才能考取教师证 但整个过程 没有人付他薪水 华人如此重视教育 但整个体制却对老师十分不友善 四大毕业生成为正式教师的管道很少 薪水也不如其他职业 当我们无法用最好的薪水跟环境 来吸引最好的人才成为老师 我们又该如何相信教育 能教出最好的学生呢 也因此 当老师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的时候 零工经济的诱惑就上门了 Uber公司很聪明地针对老师进行行销活动 像是文案写着 Uber让老师拥有暑假工作 鼓励老师利用只有他们才有的 寒暑假期间兼职赚外快 2016年奥勒岗州的Uber甚至承诺 将乘车费用的3%回馈课堂 只要老师透过一个程式 向顾客表明自己的职业即可 书中还有提到很多妙招 我觉得Uber还蛮聪明的 对于老师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恶魔的诱惑 虽然作者会觉得好像是Uber 导致老师司机的诞生 不是老司机 大家不要想外 但我认为无论是Uber 还是打零工的老师 都不是志愿产生的 都是打环境的错 零工经济或是斜杠经济的诞生 本质上是因为 做同样的事情 选择同样的职位 得到的薪水没涨 物价却跟着水涨船高 根据书中提到的数据 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 比20年前提高了30% 要维持在中产阶级的身份 需要付出的成本高太多了 我举个例子 以养小孩来说 本来是随便养随便大 现在为了不想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 补习才艺通通来 共享经济不是现在才诞生的 但能在此时发扬光大 正是因为大家接受把闲置的空间或时间拿来利用 开Uber当Airbnb的房东 来换取额外收入贴补加油 这些新创公司赚到了满满的时代红利 而作为Uber跟Airbnb的爱用者 我认为比起书中提到 有些老师会因为在餐厅打工 不小心预卷学生感到羞愧 至少在Uber打工 我觉得形象超很多 当然这些公司本身对于零工雇员的劳动条件是值得深究的 我最后想说的是 零工经济或许是大环境改变下的产物 我们不得不接受 但我会站在积极面对的状态 我认为与其一面的拒绝或禁止 不如思考如何透过选票或群众压力 迫使这些新创公司为兼职的劳动者提供更有保障的工作环境跟收入 而零工经济其实也意味着一件事情 手艺时代的来临 我认为你应该锻炼一门手艺 超越公司 超越产业 是一门专属你个人的手艺 毕竟这时代有各种机会可以让手艺变现 像是你可以来通勤学当老师 欢迎你到通勤学的手艺框框 我们本周开始有付费的课程 也欢迎各路学者加入知识变现的产业 不用开Uber抛头露面 或许我们是被压榨的一代 但只要我们不走过去的老路 不跟过去比较 我们就能从烦闷中走出来 找到积极面对的办法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边了 我是鲑鱼 听时书 我们下次见 听时书 每天早上八点在通勤学LINE官方账号抢先播出 快打开LINE搜寻通勤学 和六千多位朋友一起利用通勤时间学习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架